辽斋志义 浦松林 白话翻译 贾珊珊 曹操总 许昌城外有一条水势汹涌的大河 靠近山崖的地方 河水很深 而且发黑 盛夏季节有人到河中洗澡 忽然像被刀斧砍了一样 尸体断裂 浮出水面 其后又有人同此遭遇 一传十 十传百 大家都感到惊讶奇怪 县令听说这件事后 吩咐人手截住上游水流 水排干以后 只见山崖下有个深洞 洞中装了一个转轮 轮子上排着明晃晃的利刃 他们拆掉转轮 在洞里找到一小块石碑 上面刻的字都是汉代的传书 细看 原来是曹操的牧种 众人打破棺材 拆散尸骨 把所陪葬的金银珠宝全都取走了 来吧